但是在等待一个国家 建立和完善一个庞大的体系之前 我们究竟能够做什么 世界上再强大的政府 也没有办法独立治理好污染 它要依靠的就是每一个 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 我们的选择 我们的意志 2003年报道非典的时候 我得到的最宝贵的经验是 只有信息公开 才是一切公众参与的基础 三年来中国政府 在向公众提供空气质量的预报 同时他们也建立了 世界上最为庞大的 在线监测系统对于污染企业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数据用起来 不要把钱浪费掉 让数据变得被我们看到 让它放在阳光底下来晒 这是一个手机的APP 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 在手机上你就能够看得到 距离你大概五公里左右的地方 有哪些企业正在排放污染物 这些红色的都是表示 他们正在超标排放 中国的6000家重点企业 排放了65%的废弃 你可以向环保部门去举报 你也可以在微博当中公开它 所有这些带着蓝色痕迹的 都是被公民举报之后 他们承诺的整改日期 当然会有一个遗憾 有一些地方的数据 如果根本就不公开 怎么办 所以去年一年我参加了一个 地方首部环境 公众参与立法的研讨会 在这个研讨会上 我听到了很多的争议 但大家争议的焦点就是 要不要把重点企业的信息 强迫他们进行公开 到最后他的结论是 河北省出了第一个 公众参与的条例 当中规定 重点污染企业 必须公布自己的信息 如果你不公布的话 公民可以提起诉讼 要求你每天处罚 而且最高可以每天罚你10万 但是谁来做这些事情呢 中国有1%的环境争议事件 进入了司法程序 为什么会这么少 你可以猜猜看 今年之前 有多少家中国的公益组织 是具备司法诉讼主体资格的 一家都没有 就是因为当时 我们的民事诉讼法规定 只有有关组织 才可以提起诉讼 至于谁是一个有关组织 没人知道 但是1月1号开始 新环保法已经规定了 只要你从事环境公益活动 5年以上 没有违法记录 你就可以承担 这个诉讼主体的资格 现在700多家环保组织 他们已经有人在世 提出的标语是 新环保法给力不给力 小伙伴们正在世 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 如果你没有时间 去参加一家环保组织 那么你还可以做什么 我们跟自然之友合作 做了一个小的动画 如果你在5公里范围内出行 试试乘坐公交 骑自行车或拼车 如果开车 发动机空转 不要超过30秒 在路上看到冒黑烟的柴油车 试试拨打12369电话举报 柴油车的黑尾巴 还有大量PM2.5 危害公众健康 如果看到有餐馆直排油烟 试试要求他们安装过滤装置 或在美食网站打差评 看到工地土堆裸露 尘土飞扬 怀疑加油站有油气泄漏 试试拨打12369 如果你家在烧煤 在能够负担的情况下 尽量不烧劣质煤炭 让妈妈试试清洁炉灶 保护家人的健康 你还可以试试 随手拍定位工业污染源 监督举报违法行为 在微博中 at当地环保部门 试试关注污染企业名单 拒绝购买他们的产品 大气政策法规的制定和修改时 试试参与公众意见征集 表达你的声音 一念之间改变雾霾 之前我路过家门口 裸露的工地的时候 我经常就是捂着鼻子就过去了 但现在我知道说在北京PM2.5 当中至少15%左右 是来自于阳城的时候 我决定试一试 我们坐在这边附近 那个土你们怎么没盖上 你领导在哪啊 在那边找 你们这路边那个那么一大东西 你在 我们当公司会全然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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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说的 我们都在呢 好吧 那你先走 前后这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 然后我临走的时候 那个让我找他们大领导的工人 对我说 你知道我们领导怕你什么吗 他指着着我手里的手机 他怕你公开 我们家楼下有个餐馆 是做肉饼的 然后每到吃饭的时候 这个家里头和身上 就都是有烟的味道 以前我不觉得 这有什么问题 世界上中餐馆不都这样吗 但后来我知道 在北京 餐饮带来的 PM2.5的污染 占到至少6% 而北京的餐饮业 占到全国的12% 这么大量的一个餐馆 以前我觉得没有办法 后来等我到伦敦之后 去中餐馆吃饭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那儿没有味 为什么呀 这个老板就把我带进了 他们的阁楼 然后看到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叫油烟净化器 伦敦政府要求他们强制安装 而且有人定期来检查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高科技呀 后来回北京一问说 不光北京有 而且北京是要求餐馆装的 我就打了12369举报的电话 然后一个星期之后 小区里面运来了这么个东西 前后不超过半个小时 我拍的时候 这个餐馆老板就过来了 说呀 谢谢您这个居民的监督 欢迎您以后多吃我们肉饼 这一年我们的工作餐 吃的全是肉饼 有的时候我路过楼下加油站的时候 我们楼下就是加油站 会闻到很强的那个汽油呛人的味道 但我以为全世界加油站都是这样 一直到我去美国 我在他们的油墙上看到了这个东西 一种叫油气回收装置的东西 我以为这是什么高科技 但回到北京我才发现 我们早就有了 08年之后都要求装 只不过有的人根本就不维修 才让它排放出来 很多气体 然后我也给12369打了一个电话 迎着阳光去看 有大量的出来 就肯定是有问题的 如果咱们加油的话 我说人家这种味道就不知道 看不见这些油气吗 这里不应该有油 对 哦 这是湿的 那说明出的油多 对 进的气就少了 那个油气就有一部分 跑到大气里边去了 挺有 挺有 然后马上没修 要求加油站 每年必须要对它的油气 就回头装置进行一次强制检验 可以打12369 你绝对它 但你一定会信任 一定会信任 百分之百 他承诺 百分之百会来 真的会来吗 我不知道 但我们把这句话放在这里 视为一个检验 我们可以记住这几个数字 12369 如果你不打 它就永远只是一个数字 我说过我这一年过得很不痛快 老觉得是在过一种很临时的生活 真的 雾霾天一来 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 或者未来在哪 但是呢 就在那个餐馆老板 把那个油烟装好的 那一会儿 我突然觉得 我好像脚落实地 这种感觉很难说清楚 你明明知道说 它对于改善大气污染的作用 是非常微乎其微的 但就是因为一个人 知道了自己做的一点点事情 可以让事情本身变得更好 他心里面就能够踏实了 所以回头来看人类与污染的之间的战争 历史就是这样创造的 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 有一天他们会说 不 我不满意 我不想等待 我也不再推诿 我要站出来做一点什么 我要做的事情 就在此时 就在此刻 就在此地 就是此时 美国纪大利亚 军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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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们这些化妻 之后 我们与他们进入更好控制 我们一定会发生 必须抚断 灵购毒 灵败 军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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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保护好你自己和你爱的人 当我在纸上画上这件纸小熊的时候 我会回忆起所有 当我女儿生病 我担心会失去她的恐惧 和我想要保护她的所有愿望 我希望全天下的妈妈 都不必有此感受 现在她已经长大 健康 痊愈 很壮实 活泼 还是胖乎乎的 特别喜欢大自然和小动物 但很多时候我没法带她出门 她呢就在自己的小花盆里面 养了一只蜗牛 每天早上让她醒来的时候 就跑到花坟那儿 冲着蜗牛吹口气 她觉得这样能帮着小蜗牛长大 她是那么地喜欢这个世界 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孕育 正在出生 这些河流 天空 大地 是应该属于他们的 我们没有权利只知消费 不知克制 我们没有权利只知抱怨 不知建设 我们有责任向他们证明 一个被能源照亮的世界 同时可以是洁净和美好的 每次在夜空中 看到这颗星球孤独旋转 我心中都会有一种 难以名状的依恋和亲切 将来有一天 我会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我的孩子还在其中生活 这个世界就与我有关 所以我才凝视它 就像我凝视你 所以我才守护它 就像我守护你 我会离开这个世界 这是你 我会冲着你 你会冲着你 ze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